周玉寇小姐那你欺骗了大众 你要不要跟大家道歉呢 你自己就是一个假新闻的制造者 我觉得你应该封麦克风 退出媒体退出媒体 迟来的正义张淑娟亲自出面 捍卫自身侵略开轰周玉寇 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看着新闻做假新闻 这样子的媒体人是羞辱媒体人 讲的就是周玉寇跟蔡玉珍 联手编出来的蒋孝妍非文案大秀 去年九合一年底选战 两个人节目上一搭一唱 爆料张淑娟就是当年 精华非文案的女主角 气得张淑娟案林提告 时隔十个月 北检认定两个人违反个资法 以及加重诽谤 双双起诉 周玉寇被起诉后 直到张淑娟记者会开完 脸书一片静悄悄 电话更是转语音信箱 对照当时这一幕态度差很大 他先鞠躬的时候是做戏给大家看 事后完全没有联络 他们左手要说道歉 右手到庭上都出假证据 假证人 节目播出后 昨日扣因为瞎扯精华非文案 NCC列出7案罚民事300万 蜡新闻更是停播收场 但这罚则张淑珍认为就是轻判 他这个处罚是非常轻的 让一个假新闻走了10天 为了收视率可以不择手段 那我们看过有些电视台 人家都被关掉了 那请问做一个假新闻的惩罚 到底应该到多大 民事完全没有跟我道歉 罚300万 那罚的钱是给谁呢 是给国家吗 那国家又拿回去 那国家又养网军 民事至今没道歉 张淑珍也绝不跟周玉寇和解 拒绝向加害者低头 胡婉林女士 我真的觉得你也欠我一个道歉 你说滚床单不是负面名词 那我不知道你怎么升官升到那个位置 难道用滚床单吗 介绍任神佑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